2017年蒋勋出版了《品味唐诗》《感觉诵词》两本书 在《感觉诵词》这本书中 蒋勋老师依循词文学的发展历程 以美学品味为核心 介绍礼遇、苏式等词人的生命及其作品 细说文学与音乐的关联 融合古代书画 让读者在不同艺术中感受美的历程 无论大梦或者大哭 仿佛只要还能在诗句里醒过来 生命就有了意义 生活这么沉重、心酸 也许只有诗句像翅膀 可以让生命飞翔起来 莫听川林打叶声 何妨一笑且徐行 竹杖蜂蜒蜘蛮 谁怕一说烟语 一说烟语 任凭声 生活里 动作树下的含蛆肠 一说烟语 首先是哲笑的 一说烟语 一说烟语 有点凭声 地上 远凭声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 见时难 流水落花 春去也 天上人间 喜欢这支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青春爱族书的好消息 告诉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